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川菜 四川凉粉的家常做法 学会都不用出门去买了 准备50克豌豆粉 再来半碗清水给它一起调散 要给这个豌豆粉调至完全溶解 锅中先加入500克清水 温水倒入刚刚调好的豌豆粉 豌豆粉下锅之后转中火 要用铲子不停地搅动 防止它糊锅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里面的面糊已经慢慢地定型了 太干了我们就再加一点水 不停地搅动 第二次再加水再搅动 一直搅动它可以成流动的糊状 很顺滑的糊状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准备好一个容器 装我们刚才煮好的凉粉糊 让它在里面自然冷却 50克粉650克水 做出来是刚好的 冷却4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凉粉已经做好了 已经定型了 现在给它脱模 做凉粉掌握好水与粉的比例 做出来的凉粉就是这样 软软的QQ的很嫩滑 我们把凉粉切好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今天的凉粉很成功 看一下很Q弹哦 下来我们来调个酱汁 碗中放蒜末 小米浇来两勺 再来一点盐 来一点鸡精 然后倒生抽 生抽可以倒得多一点 我们要给它调散拌匀 然后给它淋在凉粉上面 就这样浇上酱汁 再来一点辣椒油 撒上葱花 再来一点葱丝点缀就可以了 一盘香辣嫩滑的川味凉粉就已经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喜欢美食的朋友别忘了点赞收藏 然后再来点赞收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